我和,我可以这么说,我和鬼战争了四年了,我的,嗯,就是在一起过,但是没有办结婚手续,我的男朋友啊,他就是,呃,鬼,就是他上他身了,他就有灵性,哎呀,就是偏偏和我打仗,偏偏和我打仗,哎呀,我换了一个新家,搬了新家,一直是不好,啊,我知道了,就是你跟一个男朋友有四年的,两个人住在一起了, 但是这个男朋友呢,身上有鬼,有四年在他身上,然后你呢,就天天跟他打架,那实际上你就是跟鬼在一起,听得懂吗,我可是受尽了责门,我和真是,我今年年纪这么大了,你还要找什么男朋友啊,不是,那是头几年的事了,头几年了,我看你也不年轻了呀,脑子坏掉了,这么大的年纪搞什么东西啊, 这些东西没有鬼啊,会搞出鬼出来的呀 我说,我就觉得那个房子不太好 房子 我说,盖房子的时候,那是一块一片坟地后起的房子 但是,我这个梦吧,我说,梦见他了,我就突然间,就是很长,三年已经没有梦见他,就是有一天突然间梦见他,他穿了一个没有领子的衣服,坐在那里 我以前听说,没有领子的衣服,好像是贵,但是我一回头,他脑袋掉下去了,没有脑袋 啊,那就鬼了,很简单,这个是台长经常在下面看见的,好了 那我也需要给他点小房子吗 脑袋可以装上来的,你装上来又装上去了,你随便一碰缝掉下去了 这叫大头鬼,听得懂吗 对,没有,他说一下子,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有没有事,他说没啥事 你跟他讲有什么用啊,他身上的灵性啊,听不懂啊 我看你这种人真的没脑子的,真的 老妈妈,记住我一句话,年纪不轻了 不要再搞了,搞死你的,听得懂吗 我知道,一个人清心寡欲啊,就像年纪到了要多吃树一样的了 真的,不要开玩笑,这种都是昏的,少吃了,不要搞了,怎么的,把命都搞掉了 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很多错事情 但是我现在还要做,怎么大年纪还要做啊 我上一头又做个梦,我还希望你不要记得这个梦 还债还不完的,真的是 我就自己说,给我小房子,我要三千张 哇,找人起来给我 那个灵性跟你讲是吧 没有,我自己说的 我不知道是我的药金座要三千张,还是房子的药金座要三千张 你的,你自己的 我的 你自己三千张一定要念的,不念掉的话 我告诉你,哎,有些话我都是想想像你这种人真的不知道经得起,经不起 你个不得好死的,我不骗你的 你就是,我告诉你,你就是这种欲望,过去做做的事情 已经给你造成很大的精神伤害和肉体伤害了 你这个人哪,真的,还不清的债啊,真的 那我得念三千张吗 好好念啊 真的,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大年纪,我跟你说 哎,你现在六十有了吗 没有,我五十一岁 五十一啊 对 哦,五十一啊 五十一,你看,未老先衰,跟鬼呆四年的话怎么会不老啊 声音出来经常就像六七十岁的了,已经 明白了吗 我不听,长得有点哑了,说实话 哑了,哑什么 台上听不出来的 年纪,什么样的年纪,说什么样的声音的 哎呀,开玩笑了 保肠痛苦 我告诉你,出来的声音就像你这么 昌老,明白了吗 嗯,我知道 别找理由了 真的,你再看看你这脸 我看也是皱纹很多 还要跟我讲啊 五十一岁不应该有这么多皱纹,听得懂吗 嗯,以前就是没有年纪,胃不好 现在我念这房子念的脚气也好了 胃气也好了 嗯,念的好了话 你现在跟那个男的还在一起吗 没有,早就分开了 啊,不要再早了啊 求求你了 不早了 嗯,发神经啊 五十多岁 五十多岁嘛也差不多了 啊,真的 嗯,我知道 因为我的感情一直不好 感情一直不好 你再来一个会好的 这不就还债吗 听得懂不了 为什么很多尼姑和尚 他们碰到事情 他们马上开悟了 叫顿悟 人家顿路空门了 我现在没让你们顿路空门 那你在人间也要节制的 听得懂吗 嗯,知道,知道 这种哎呀 人情畜生事 不要,不要,不要去搞这些事情 听得懂吗 会倒霉的